公元前429年到公元前347年 古希腊哲学家帕拉图在其著作《理想国》中讲述了一则预言故事 在地底的洞穴中有一群囚犯 他们终生生活在这里 他们的身体被绑腹 头被固定着只能看向墙壁 在墙壁上能够看到通过火光投影过来的影子 也能够听到从洞穴传来的声音 对囚犯们来说 墙上的影子和声音就是他们的世界 于是帕拉图提出了一个问题 如果囚犯中有人历尽艰险 终于离开了洞穴来到了外面的世界 他们会发生什么 这就是著名的洞穴语言 电影《肖申克的救赎》 就是对洞穴语言的一个成功演绎 肖申克是一所监狱的名字 安迪、Ride和老布是三名囚犯 他们用各自不同的命运诠释了三种不同的答案 老布在离开监狱后 无法适应外面的世界选择了自杀 临死前刻下了 Brooks was here 这样透出无尽苍凉的文字 安迪的留言却让绝望中的Ride有了生的希望 于是Ride继续写了 So was Ride 最终Ride找到了安迪 重逢时 他们露出了最灿烂的笑容 So was Ride 短短几个字却给观众留下了无尽的遐想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老布是破灭希望的人 安迪是从不放弃 勇往直前 照亮他人的人 Ride则是代表了身处困顿 却始终没有放弃的绝大多数人 事实上 虽然安迪是英雄 真正撼动我们的 却是Ride 亥克帝国中 Cifer痛恨Morphis 认为Morphis欺骗了他 现实太痛苦 虚拟世界才是真实的 他要重新选择那个蓝色的药丸 如果有一天 Morphis站在我的面前 我真的不知道 我会选择红色 还是蓝色